口说无凭 眼见为时 大家好 欢迎收看军事验证机 前不久网络上一段手枪开瓶盖的视频 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6发子弹 6个瓶盖要在40秒钟内全部被开启 可以说难度相当大 拍摄前期呢 我们在中国军事网的官方微博上发起了一场投票 截至拍摄前 有45%的人认为很简单可以完成 有21%的人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完成 7%的人认为不能完成 有27%的人表示不清楚需要等待我们的验证 那么视频里的这一幕能否实现呢 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现场验证一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武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队的特战队员彭荣祥 荣祥您好 你好 我们要在40秒钟的时间内用6发子弹开启6个瓶盖 且保持平身不倒 极为成功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期待您的表现 现在的温度是零下5摄氏度 在这么冷的一个天气下 会不会对荣祥造成影响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 刚刚我们看到视频里的这一幕 彭荣祥完成了 作为现场见证人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 视频里的这一幕 是不需要通过后期加工 就可以实现的 其实在我们特战队员日常训练中 是没有这项训练的 这项训练也只是为了展示 我们特战队员精湛的射击技术 刚才我们看荣祥用手枪开瓶盖 这一幕看似很简单 那荣祥 那您觉得这个科目难吗 这个科目还是比较难的 难在哪里呢 主要是弹头飞出去之后 弹头左侧边缘 要与瓶盖的右侧边缘 要形成一定的夹角 切角太大 就把瓶盖打爆了 切角太小就打不上 您认为这个科目最考验我们什么呢 这个科目最考验我们 特战队员强大的心理素质 我们要在短时间内 对六个目标要快速完成 并且要保证六个瓶盖完好无损 这是最难的 我们的心价压力很大的 第二个就是过硬的设计技术 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过硬的设计功底 在日常要勤练苦练 这样才能圆满完成上级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 别眨眼难度升级 正是有了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果付出 才有了老百姓们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 谢谢你们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